很多國家對變種病毒Omicron都很緊張 現在的疫苗還有沒有效呢? 哪間疫苗公司動作最快 市佔最大又最好買呢? 待會告訴你 大家好 歡迎收看牛偶通勝 我是Goria 之前有Alpha、Delta 現在又有Omicron 其實COVID-19又怎知道幾個變種呢? 早在去年已經有研究說 找到超過6萬個變種 至今又被世衛命名 而且列入最高境界級別的 就有5個 Omicron就是其中一個 上個月24日 南非通報發現Omicron 它的特變數量 比現時疫情主流病株Delta還要多 專家普遍認為 Omicron的傳染力會高一點 那病毒是否強了? 到截稿前 仍然沒有相關病例的死亡報告 準確一點的數字 就要等久一點才知道 變種病毒擴散 那些遠程辦公 即是令大家百好風球放假 變成work from home的股份 是不是升很多? 錯了 雖然Omicron傳出之後 陸續有國家在收緊入境政策 甚至再度封關 不過以美股市場計 這些work from home 股 就是經濟股 比起Omicron傳出之前 還是要跌的多一點 你不是受惠股嗎? 跌著甚麼? 今次沒有受惠股 疫苗股都跌到一跌一跌 嗯…又不是全部都跌的 不過這幾天都是大上大落 看回整個疫苗市場 雖然有些統計說 最多國家採用AC疫苗 啊…疫苗還有沒有效呢? 藥廠又有甚麼應律方案呢? 我們整理了這幾天的新聞 給大家參考 提提大家 關於藥效估計 還是處於初步階段 藥廠們可能隨時有update的 還有啊 今個月初 輝瑞病毒疫苗科學業務主管 過了當去其他藥廠 加上病毒消息 日日有update 不知道會不會為大廠 疫苗競賽帶來變數了 剛剛說的遠程辦公 宅家經濟概念 如果要知道他們今年以來 或者近幾天的走勢 是不是要逐一按 逐一看呢? 其實只要用電腦版庫圖牛牛 行情 美股 下面那行 這裡選行業概念就會見到 按下去 宅家經濟也有多少概念股 在這行右鍵 按列表設置 就可以加減自己想看的條件 還可以將數據拉前 拉後 看看今年以來哪一隻還在升 是不是很方便呢? 如果已經忘記了怎麼用的話 將影片拉前一點 一邊看一邊試用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就之前記得要like這條片 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當然要快點訂閱 還要按下小鈴 對於牛牛功能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們 我們在留言區見 Bye Bye MING PAO CANADA